在台灣大概隔幾年 像鬼的這種議題 大概都可以重新再來一次 因為畢竟年輕人喜歡玩這種 跟鬼有關係的這些活動 還嚇我 好恐怖喔 有 我覺得很好玩 我不想再玩A館 它就是台灣展覽的活寶點 當然因為你接下來沒有副爸爸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各種商業模式 跟運營模式 就要想得更清楚一點 做對一次做好 他的人脈非常深 然後認識的朋友非常多 各是各樣的朋友 他對朋友很真誠 所以這些朋友都會在重要的時刻 關鍵的時刻跟重要的協助 早期在2000年到2011幾年那個時候 你只要有好的內容 那大部分人潮都不會少 那動不動就二三十萬人 目前台北市場來看的話 你要破十萬人都很困難 近五年來 其實挫敗感相對就會比較大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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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就要是說 這句話